大家好,我是桑浦,很高兴,晚安,和大家继续讲桑浦论证 上海前几天和大家是答应了要讲这个问题的 相当严峻,我想这个是在国际上和全世界人都相当有关的一件事 因为上海这个地方是封城 这个封城不是以前好像听说西安、深圳那麽简单 是天奴人员,大家知道上海的人口 如果加上了整个苏州,即是昆山苏州整个板块长三个的人口 是台湾的十倍,也是台湾面积的十倍 那麽大的,未必是台湾面积的十倍,但是台湾人口的十倍 那麽大的地方封城的话,整个中国如果要補5.5的话是没办法的 中国经济一定会大瘫痪,什麽数据都遮不了这个丑 究竟发生什麽事?已经不是钱的问题很简单 是人命的问题很简单 人命来说,在中国的韭菜一样 就是视人命如草戒的一种这样的统治里面,草得人惊 上海的疫情呢,由九宫格式的精准防控 一路去到鸳鸯锅,然后去到一锅端 什麽九宫格呢?即是以前有一个张文宏的医生 就是张允雄,张文宏的医生 他是提出过这个精准防控的 当时看到3月20日的时候 只有896个确诊 当时已经觉得是大爆发,大失败了 但是呢,后面又折折上升 抛开了这个精准防控 精准防控是九宫格 即是大家吃过的那些火锅 你就知道是九宫格的话 九宫格出来,各个自己拌不同的食物 即是自己煮不同的食物,九宫格 就变成鸳鸯锅 OK,分开一半 辣不辣 那即是呢,浦东浦西分两个地方了 怎料他们3月29日的时候 突然宣布原定就是先锋浦东 4月1日的时候就到浦西峰 3月29日突然之间宣布 浦东浦西整个上海市 全面的政态 就是全面政态管理 结果就是全面封控 搞出一大堆什么名词 什么全域政态管理 什么动态清零 然后又说什么搞一大堆 最后就是全面封城 要你们全部出去 那这个冲击很大 3月30日确诊数字呢 是5653 最近的近日确诊数是2万多了 那这个情况怎么会爆得这么厉害呢 那显然呢 有些古怪事正在发生 稍后会讲一讲 这个九宫格的所谓精进风控 去到鸳鸯窩 一过端全城风控 疫情加重 动态清零根本是一个政治运动 那我怎样看整个局势的发展呢 就是我们来报道一下一些比较多些的事例给大家听 那首先就是有先葡东再葡西 跟着呢就是集中传播了这个Omicron 那专家靠边站 官员就在清零 隆虚作假 那由九宫格 变界分陶葡西的鸳鸯锅 到全部一锅端呢 就是说一锅熟呢 基本上就是 全部都是大家在这儿找 看在高阳 刚刚讲过的了 先前在九宫格的那个张文皇 就不可以再参加上海市疫情发布会 早将变成乌鲸雷 那钟南山都是有些靠边站 那张文皇更加是被人排阶 那上海也都有很多的一些新的状况 你看到呢 Omicron的重症率和死亡率都很低 相当于流感的 个个很多国家都是与病毒共存的 但是中国死都说不肯制 那这一点是相当令人觉得很荒谬 那上海的官场呢 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上海市委书记依然就是 习近平之江新军的头马 李强 那因为当时候 在习近平 做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 当时李强做他的大秘书来的 管家来的 大管家就是李强 现在就是将他呢 委任为这个上海市委书记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呢 他仍然保留了位置 但是呢 已经将一个呢 上海帮本土派的人呢 将他呢 即不是香港的本土派 即是陀地 他叫朱葛宇杰 他是70后 是第一个升任成为一个 副省 即是叫省级的职位 他现在就做了上海的副市委书记 那这个70后呢 就不是 习近平的系的人 就将他升任为 副市委书记呢 的确引起很多的一些 就是猜测的 是不是就是说 有一股势力 不断将这些这样的数字 往上报 往外捅 跟着呢 就是这个 本土派的这个所谓的 诸葛宇杰 就奪权 逼供呢 就是在中南海那里 发生一种呢 习派 与反习派 就是上海帮鸭团派 太子党和他的斗争 逼到这个情况呢 有很多人做这样的猜测 我是认为呢 这种猜测就 就是 想得太多了 就是说 这种情况 你要事先要承认 习近平控制不到 中宣部 就是控制不到 公布疫情的数字 控制不到统计局 控制不到 上海市官员的调动 甚至习近平现在就是 觉得被人要挟 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说 习近平燃免这个处境 我认为 不是 不是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习近平下的一盘棋 这盘棋呢 就是他本身都有进退失据的成分 很多被人救病 而真的反对他的力量 还未在这个时候 全面出动 要等待一个时机 再反驳去习近平的地方 可以帮助到 习近平乱七八糟 如何呢 可以和大家盘点一下 是吧 大家知道呢 他一方面又说 上海已经解封了 不是 解封 但是 要求大家 足不出户 你想想 要解封又足不出户 那你就是自相矛盾 另外一句说法就是 他又会说要动态清零 但是强调最少代价 动态清零 但是要最少代价 即是说呢 你要杀了个人 又要保持心跳一样 又要马而好 又要马而不吃草 怎可能呢 怎可能动态清零 又要最少代价呢 本身就是自相矛盾 那有人就说 喂 这个呢就是中宣报 开始不韵了 因为呢 我看回有些报道 他就说 有一天 下午四点钟呢 人民日报呢 就宣布是 以最少代价去补经济 五点钟 突然之间 删改了它 变了动态清零 晚上九点钟 新华社 重申最少代价 接着守湖 新浪都是紧根 去到九点二十分 央视网 变了做清零 十点半 腾讯网就将清零 和最少代价 并列 同样的 十点四十分 网易这个系统 亦都同样将并列 可以这么说呢 习近平本身 如果你说 是两派的斗争 的白热化 即是呢 有些反习派 要最少代价 那么 习派 就要这个 这个动态清零 搞到呢 整个 中宣部的系统 或者央视新华社系统 乱了大笼 乱了虾的话 这还是有些人的说法 但想一想 不是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 已经大打出手了 真正的情况就是 习近平本身 是控制了整个部门 但他本身 要举其不定 忽黑忽白 黑白无信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说的什么 他希望两边都讨好 但两边最后都不讨好 因为一个大笑料 这种情况 我会认为 他不是掌握不到不干子 而是进退失去 猶疑不决 无所适从 最后会导致人家离心离等 这种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就是他由这个离心离德 很多人觉得 他的权威开始被削弱 这一点是最伤的地方 这些事实 是全部中国的老百姓 我不是我的人 我不是中国人 是中国那边的人 都知道得很清楚 如果不清楚 希望大家 能够将这个消息 真实发现 全部你们的网贴出来的东西 让他们知道 是多么荒谬 这一场政治运动 其实伴随着很多东西 郎咸平 郭咸平 郭咸平 就是郎咸平的母亲 就是失救 是死于这个急症室的门口 是因为他没有陰性的检疫证明 台湾的艺人李立群 他爆料 他现在住在上海 就是上海社区民众没有米去落祸 而这个煲饭吃 那小孩也都是挨饿 然后呢 可能是受到中宣部或者有关的批评 国台版的批评 之后呢 第二天 就是说 多吃一餐 少吃一餐 有什么所谓 可能少吃一餐 都是对人类好的 哇 这样也可以 另外上起呢 1958年至61年的时候 大饥荒时期 三面红期 大家要大跃进 当时 灵要核子不要父子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那几个月很开心的 有人民公社大锅饭 大食堂 大家吃到饱 躺开肚皮吃饭 毛泽东说 吃到这么想的时候 只剩一餐 哎 就是你立群群说这些 哎呀 只剩一餐 记住 到今天我录这个节目的时候 上海都是封城状态 由三月底到现在 已经四月十四日 都是一种这样的封城状态 那么很多的粮食都不够 那就吃一餐 送不到给你的 拜拜 有权贵的那些人就有食 没有权贵的那些就冒死你 你发癲 在那儿骂党的人就抓你 很简单 你要抗议吗 大白来打你 什么是大白呢 不是白兔 不是大白 是啊 那些呢 所谓的防疫人员 但是基本上 里面是什么来的 公安武警 国安国保 军队 全部用大白的衣裳 这些白衛兵 来处理一些个人的问题 你出来吗 拳打脚踢 你拿着东西去倒门吗 或者出去走 踢烂你的东西 你老人家 小孩 招踢你 招打你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 有些被人怕 是不是 喂 出来 我们要送你们去方舱 去隔离 那些人就很离谱了 没有 我阴性 我整个都阴性 你们全部出来 你出来 在隔离 因为我们有报告阳性 哎 你拿报告出来看 你拿报告出来看 我哪里阳性 我全部阴性 我说你是你就是 这个是长官领导说的 哇 多有趣 搞错 不要紧 有没有搞错 不是重点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地方 要把你拉出来 和以前纳粹党 去处理尤德 我说你们犹太人 就是犹太人 我不是哦 我是德意志人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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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你 出来 就抓你 我说你是就是 DNA不用验 我有DNA报告 证明我不是犹太人哦 不行 你出来 隔离 这个就是 什么叫纳粹 什么叫极权 什么叫暴力和谎言 这个就是最极致的表现 但上海人是不是的 他要的 找饭吃 给饭我吃 给饭我吃 很善心的对我得 他从来都不会检讨过 这个宰制关系 就是他们今天受苦受难的原因 他可能活了几十年 封衣足食 歌舞升平 声色犬马 非常OK 但是去到这个时候 他面对灾难的时候 没有人救他的 可能死在那个地方 不是阳性 你去到方仓道 这样的地方 屎尿屁什么都有 就跳那些帽子 然后给阳性人感染你 没有病也变成有病了 不死也变成死了 不是客死也病死了 就这么简单了 有什么好说的 方仓是集体逃场来的 死也没人知道的 谁知道他在那个地方 饿死也没人知道 就这么简单 你去反抗乱枪掃射 就这么简单 有什么好说的 跟着呢 上海一批纸箱的方仓 就是那些方仓 不是放在这个医院 不是定格 你会看那些 整个很庞大的一个大的礼堂 或者大的室内的地方 每个人变成 哇中国多小 共产党通常是用这些议色 尤其是纳粹党 共产党这些极左的政党 记住纳粹党是极左 不是极右 你别搞错 极左是代表 他是觉得没有神在 而他认为 人可以设计一切规则 要创造一个美丽新世界 这叫左 这种议色 最想的结果是什么呢 不是方仓 大的方仓 你的方仓太大 我给你一个最小的 紫箱 就像紫棺材一样 你躺下来之后 盖了盖子 可以笑 这叫紫箱方仓 除了这个之外 很多人躺进方仓医院 不是方仓 隔离的地方 可以牛排 屎尿 什么都在里面 性侵的 强奸的 鱼奸的 什么都有 中国十几个省 也封锁高速公路 三千万货柜车的司机 被困在路中 物流中断 货柜车司机 运不到东西 他没有饭吃 他吃自己那些车里面的东西 吃完之后都没有了 都不知道怎么找 跟着呢 全部封了 所以全部的省市 物流基本上是中断 十多个省 包括著名的 比如江苏、安徽、江西 北京、天津、上海、广东 这些基本上的湖北湖南 这些河南 主要省打分这些高速公路 是全面封锁的 这个很可怕 其实Omicron是一个高传染 但是低致命低重症的一个病毒 是应该要学习与病毒共存 不是用这种封城的方式来处理 广州又爆发疫情 你会看到 整个学校停货一个星期去强检所有的人 禁止廣州人离开 如非必要 是不得离开城市 就算你有必要 也提出48小时之内的阴性检测报告 方仓医院一个星期之内要员工 市民抢口物资 记住 礼拜日4月10日的时候 广州市公布出来的确诊数字 是18人 这么大 用这么大阵仗所为何事 稍后会告诉你 再讲上海的情况 上海也是崇江区一个社区 夜晚抗议 警察是鸣枪警告的 在那个时间 物资和粮食极度缺乏 政府也不作调度 很多居民在大喊 唐庭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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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物资 唐庭小区 他们不是想推翻这个政权 也没有这样的胆量 他们不是在检讨观民之间的压迫关系 也不是在想 原来就是这个制度性的压迫导致他们这样 就是因为1958年导致的情况 1958年一直都是丰收 没有天灾 接着又是自然灾害 饿死了三千多万 接负四千万人 粮食找到阿尔巴尼亚等阿菲拉国家 专门换了那些穷兄弟 买毛泽东的面子 希望和克鲁晓夫争夺这个世界霸主 共产国家霸主的地位 共产国家霸主的地位 希望用克鲁晓夫不帮他的时候 智力更生 用这个方式来创造出很多的糧食 来供应给其他那些穷兄弟 最后自己断淡跳 这个就是毛泽东 今时今日封你吃 是的 中国封条雨信 粮仓满日 很多的糧食 没错 但不让你吃就不简单 那是故意饿你 那又怎样 越饿你越服从 这个就是 共产党看得出的情况 不是越饿你你越反抗 是越饿你这些奴才的民族性 使得人家越服从 死了一批 因为哭完之后呢 在感恩戴德 党又出来 原来呢 是党内潜藏住一小撮的走资派 到时这样的局面 又有一个新的腥风血雨 这个就是共产党的做法 人民的检讨 只是在于 喂 我要法物资 而不是在于 我要反尊制 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上海人不觉醒 中国人不觉醒 你争取的民主是多么 所以我很反对一些 一直以来所说的一些一国两制派 说的一定要 中国要民主 中国千万不是首要民主要觉醒 不是的 有民主就会有觉醒 No 是觉醒之后才可以有民主 今天中国人有没有觉醒过 有没有反省过 有没有反抗过 有没有形成一个力量扭成一股成一个组织 去反对这个专制政权 没有 上海有市民就开 失同开车 冲撞警员 开车逃避责任 那段片在youtube找到 微博洗版是抱怨这个宋菜失去效能 上海葡萄区也有中远两弯城的大厦 亮灯 用手机的灯大叫 那基本上叫来都没用 因为他没有反抗 就是说这些不是叫和理非 这些叫做根本你都文不对提 香港2019年 一直有和理非有勇武 无论是勇武和理非都不重要 因为你有五大诉求 好吗 甚至有人说香港独立是一部分的人的说法 但肯定当时的最大功因素是什么呢 是 大家知道的了 撤背送中条例 是吧 这个释放被捕人士 是吧 厌切独立调查 黑警 简单来说 另外就是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 相真普算 ok 那这些起码五大诉求很清楚 但今时今日 上海有没有诉求 好 他们是法物资 要食法 食小餐无所谓的 我要有食 这个就是他们的 他们的诉求 就好像你动物园里面 你饿的熊猫 熊虫仔 大象 狮子 老虎 一段长的时间 他都会发恶 是吧 但是你不给他吃 应该是怎样 逃欲 逃不了 是吧 有些人说想逃离这个 中国想移民去哪些地方 记住那帮人 我提醒大家先 不要收 就这么简单 是吧 重江九庭地区超市被机民去洗劫 中策 香港人这么久抗争 有没有洗劫过任何东西 没有 但是饿过机 再加上 有暴民心态 重江九庭地区超市 被一些 一班的暴民去洗劫 总之屋外呢 很多那些大白 那些白卫军 白卫兵 拍着他们那些 那些好东西 就觉得这些叫做 片场 室内 就是逃场 室外 就是片场 那么父母小孩呢 看见屋外的领导呢 父母就是支声 就说 啥都不缺 谢谢领导 什么都不缺 多谢领导 接着呢 那小孩子就会说 我都快憋死了 我都快憋死了 我都快忍不住了 接着呢 这个板明明不错 这个就是有同身的人 和那些呢 世故的人的分别 另外上海保陀的地方 你会看到呢 有个男子 连共产党都敢瞎 他说他的爱婆 已经挂死了 两个月了 他就 很多都是被逼死 他说 政府 是不是人来的 老百姓都被逼死 而自己只是 准备到4月5号的物资 可能到今天 我想他已经发疯了 那很多人 因为在室内跌到脚 失救 死 有时候要突然之间 要吃一种药 譬如一些叫做 就是 胰到素 或者其他的药 你没有办法 打那些这样的 心 在医院打针 不可以 但医院全部不做 那于是那些人失救 死 病死 饿死 失救死的 多少呢 是不是 那 4月5号 看到一段片 有个女子 在窗边 绝望地呼喊 她说 亲人在家中洗室 也有些家居 她把一个雪櫃放在棋楼里 空了 摊开了雪櫃 里面空了 证明到 没有食物 让全世界可以拍到这张照片 传给全世界知道 那女社区的书记 在微博上 有9分钟的电话 她在当中也都哭了 她的防疫政策 完全就是混乱 就是要我的命 连这个社区书记 都很清楚地告诉大家 她的哭崩 她没有办法做下去 而今天我们看到一段片 就是说 有个老人家 一个余先生 去问一个 一些防疫的人员 就发现到 他们就说 你不去申诉 我已经申诉很多 我每天接到很多电话 死就死 你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所以 没有办法 没有什么解救 你想要求是没有办法反应 打12345 有个电话打的 是不是 甚至没有一些紧急的电话 110 或者12345 基本上完全癱瘫 在中国完全没有人去收听你的电话 所以说是 现在就是国安天命 生死与人无由 我经常说 上海人没得选择 可怜 其实可怜 可怜 只有可怜的原因 应该要这样可怜的原因 是咎由自取的 但更咎由自取 就是由台湾 或者香港 自己自愿地 去上海生活的一家 我想问 这个自愿 是自己选择的 那你觉得你要面对 就面对 我也不是为你发声 我也没有这个资格 代表你发声 因为你很快乐 是吧 但我说你自己有苦自己知道 不知苦 可能是面对死亡的威胁 你不要告诉我 你家里有人 在这个时间病 在这个时间就是死 是没有人救你的 然你 乖就乖我 就觉得我是境外势力 在说一些坏话 去唱衰你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因果关系 谁导致你今天的狀犯 是我吗 是共产党 是你相信了这么久的这个政权 这个不是李强的问题 这是习近平要求你这样做的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OK 今天解决不了问题 就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上海查处多起疫情相关的谣言 网上的计讽就是说 世界第一 DU罪国 就是世界上第一 掩住大家的一个国家 4月13日 来自甘肃兰州的志愿服务队 在上海市黄保区一个地方 居民楼内出行消毒 中国上海市 由4月1日进入了全域静态管理 已经两个星期 更加有多个地区 在这个之前已经被封控多时 另一来社交媒体 社群媒体传出多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消息 也都令到中国网友就开始炸开 官媒党媒制4月14日即今日报道 上海当局已查处多起谣言 有13名民众被立案偵查行政处罚 也都引发多名的网友计讽说 也就是辟谣特别积极 世界第一 掩嘴角 请问领导被捉去的话 能够三餐不理吗 能管三顿饭不 即是能不能够 被捉你的话 我不是有三餐饭吃 如果你给我三餐饭吃 我给你出去没所谓 意思是这么简单 今天新华社报道 上海市当局近日接获市民举报 并证实在微信传播的 居委倒卖20万箱捐赠物资 市民资讯登记不存 导致核酸白造 补山方冲隔离人员瑞子商 黑快递为了赚钱核酸造假 原浦东新区北塞镇领导倒卖保供物资 重江九庭空抢招市 售卖上述上海疫情防控通行政 这些传言都是属虚假 资讯性质恶劣 上海有关部门已经组织公开辟谣 澄清 报道也说 经上海网信办和公安部门联合缩源调查 这句相关法律法规已协调相关部门 绷停了六个散播虚假资讯的网络群组 并对守法谓言的多名微信个人用不予以处罚 为加大对于涉疫谋言的打击力度 针对不实的资讯 上海警方已对姓柳某等13人 依法立案征查或依法行政处罚 消息公布后 上海查处多喜涉疫谋言 关键字一度登上微博热手榜 但相关贴文几乎是一片嘲讽 有网友分析 鑑别谋言的第一步就是消息收集和筛选 由此可以合理推断 网络上人气较高的求助信息 当局实际上是有看到的 但打假装没有看到没有听到 在中国政府实施网格化管理之下 最少管理单位居委会 这一次都是上海封城中扮演最吃重的角色 但有网友抱怨 锁住小区的居委群女 3月25日之后居委的人也没有出现过 摔骨折伤这些就是就医的老人 要每天吃药才已经停了三天的病人 家里面多人多 但是连发的菜根本不够吃 又抢不到食物的人 群里面全部都是求助 没有人解决 由领导到基层都是难透了 不少网友饥凤当局说 有时间辟谣不如先把物资都补上吧 他们要物资 不是要民主 不是要自由 不是要公义 不是要反共 不是要推翻串制 他们要物资 日本将控制评论区 百分之一的功夫 回去解决民生问题上 亦都不至于落得这部团队 你不要浪费时间去管我 给我食物 那心态不同 我就说 你既要不是给他食物 是要解封 给大家自由 而他中国人的想法就是 你不要浪费时间去管我 你给我食物就行了 他们想的就是这件事 嗯嗯 污嘴 最终要呢 是这第一污嘴果 他说 本来就是事实 到你们嘴里都是越来越了 哪有什么岁月症也好 不过是控制评论区 删除留言罢了 没饭吃 病治不了 打电话求救 没有用的 立刻在网上做个谣 这样就有人主动来找你了 请问领导被拉进去的话 能管三餐饭不 即是能不能有三餐饭吃呢 即是相当悲哀 相当悲哀 相当悲哀 那么 上海人呢 也都引路到一个极点 那么 你看到 上海的本土COVID-19 即是武汉肺炎的疫情 赛创新高13日 昨日新增本土确诊2573例 和无症状感染是25146例 共27719例 那么 财经网的胡彩萍 也都在念书分享 目前网络封存 上海人忍耐到了极限的文章 不少人都说 自家附近也都有人不敌 武汉肺炎的消息 未想一片死气沉沉 没人敢说笑 但他坦待说 太难相信这次上海 不用说太难相信的 这个就是事实了 很简单的 即是 这个是荒莫处论的事 上海封城已经是 导致民众感受到压力 第一线的防疫官员也疲于不明 这班人 真正的防疫人员是有 但也都有一班 是武警、公安、国安、国保、军队 他穿着白色衣的白衣人大白 昨天晚上 13日夜晚 中国社群平台盛传上海洪口区 卫健委资讯中心主任 钱文雄请稳许 不堪压力 在办公室吊颈身亡自艾 最后 随后 家属也都在钱文雄的微信朋友圈 发文证实 钱文雄在12日下午1点19分 去世 疫情期间一切重拣 家属目前悲痛不易 无法接待 你说这些说法 当然 这个说法是 因为自己良心过意不去 还是因为他被人杀了 为什么他被人杀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象一下 因为这是相当大的一件事 因为搞这么多事情 又是什么解封 又是将整个城市分为封控区 管控区 和所谓的防范区 结果就是什么呢 全部都是垃圾 你看到现在的情况就是相当恶劣 14日凌晨 前环球时报总编辑 胡锡进也是个人微博 表示 经过和上海媒体同业求证 扩认钱文雄死亡的消息 胡锡进文中表示 钱文雄离势 已经足以令人悲痛唏嘘 这个悲剧 竟然加剧了上海防疫 让部份机场人员不甘重负的印象 这两天上海有各种令人不安的资讯和视频 都传到网上 他们的共同指望是对这一次 对抗这个疫情刺身悲剧和代价的强烈不满 以及长时间封控印划的赵草感 这个就是他这样说 另外就是看到 有很多多名的上海居委人员表态辞职 或社效无奈 显示他们已经无法理解政府的抗疫政策 有些居委已经近一个月没办法回家 所以基本上上下交商财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是很恶劣 很多人网上就说这一位人就是说 钱文雄的死亡是李文亮第二 有人说到尾都是垃圾 就是他自己自杀 或者被杀都不知道 起码李文亮不是自杀 他是中武汉病毒死的 但是看到这个上海洪口区 卫健委信息中心的主任钱文雄 其实他是逼于良心而自杀 还是被人杀死 因为他知道太多东西 那这件事是可以再调查 可以这样说 诡异的地方 就是官媒发布一条 钱文雄夫人自尽是谣言的警信消息 不少的中国网友看完之后讽刺 就说原来不是掩疫而死 但是真是为疫情而亡 他说政府有人还有精力在辟谣 倒不如用这些时间为百姓多做些事 还有网友感叹前文雄是武汉肺炎 吹哨医师李文亮第二 上海这波压力一度引发外界质疑 而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虽然到现场去视察 但被上海自家网友大批 说是做梳 更有妈妈当面去骂李强 日本NHK的报导指出 李强被外界认为是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亲近人物 如果李强在这波防控之中 能力受到质疑 恐怕也会影响李强进身中央要职之路 其实这件事没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将 越将这些死坑 臭死坑的东西 将这些废物捧上神台里奉 李家超不是个例子 他打死多少人 多恶劣也好 多不得民心也好 越不得民心越好 证明到逆向淘汰 恐吓李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 是失民心者失天下 在共产党没有这支国际墙 另外中央社的报导指出 中共的党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回锡 在个人微博贬事 已经证实了前文雄的消息 刚刚讲过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 第一件事就是 政治运动方面 是会有这个年代 一切的反习力量 不在地方建立激烈的斗争 而暗涌 开始找到一个杠杆的位置 这个会不会形成新的斗争呢 我不去猜测 因为共产党无论是反习派 但是习派去当政都一样 都是那么疲倩 千万不要以为开明能够胜利 这是第一 第一 第一件事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都需要注意军队已经进驻 军队进来 即是随时可以大屠杀 第一 控制不了杀人 所以没有人会因为疫情而死 全部被子弹杀死 第三 上海他这一波的运动是习近平有意做 刚刚我一开始已经说了 并不是他失势和一帮人在撕撕扯 不是 又始始终是习近平一手操办的两个实验 习近平的压力测试是 供应链断裂的压力测试 以及全面统一大市场计划经济的压力测试 而两点都可以用避战来形容 怎样说呢 上海的外面有很多的船只在排队停满了 进不了港 食物可能腐烂 甚至就是说 当你持收 违约 将些货物转去其他国家 去卖都可以 所以很多的船只基本上继续在排队 在这个周生群岛外面 停满了很多的船只 国际的大货轮 在一个地方等入港 塞满了 不能够入港 不能够卸货 再货 物流 和粮食 能源等等 付出停摆的代价 他这个压力 供应链断裂的压力测试 是测试中国应对的压力是否有办法 和测试美欧等国家 你们没了中国的钱 你们有没有办法 即是你说脱欧 就脱欧给你看 做一个短期的可操控的压力测试 去试试这个情况 万一真脱欧 结果是怎样呢 他做一个全盘的分析 所以现在就是中国共产党 利用这个地方 来做一个压力测试 第二个 就是不给时间给市民去处备粮食 3.29说突然之间 4.1的所谓的 这个鸳鸯锅调换 西线封城呢 突然之间封城 全域政态管理全面封城 目的是什么呢 引发一种人为的隔离 人为的酬金 每个人远禁在家 足不出户 到今天都是 跟着呢 全部政府统购统销 做普及 换言之就是 当动物园的动物 去养住每个中国人 还有更惨的动物 因为你要付钱的 OK 统购统销 计划经济统一大市场 同时是一种人的金固式的东西 万一爆发战争的时候 就用这个方式来处理 万一有大灾难的时候 就这样处理 思思 毛泽东 是不是真的做错事 不是 他再度做一次 统一大市场 统构统销 计划经济的实验 生产 运输 物价 消费 全部在统一的规划里面 没有市场价格 只有党设定的价格 这是为战争和全面极权的管控 去作一个预演 George Orwell的1984都不足以形容 现在的情况 这个就是看到中国和全面的自由国家 其他自由国家 持续恶化的关系 他要做这个压力测试 就是一个 对人 饥荒 禁锢 统购 统购统销 计划经济 统一市场 完全操控 全面激权 备战 的测试 和对外 供应链断裂的压力测试 这两个才是真正的原因 所以还需要一段时间 分分钟一个月 OK 会不会很长呢 大家倒不会很长 你不要以为这样 真的可能倒很长 然后玩完上海 就玩广州 明白了吗 你们终于明白了吗 不是18例就可以封试你 Omicron Omicron是一个藉口 Omicron由始终是藉口 玩完西安 那就玩一下深圳 深圳玩了 然后玩上海玩得疯癫 然后玩广州 还可以玩其他地方 看看压力测试是否就可以 是一个压力测试 OK 如果你不明白这点 就太不明白中国的国情 这个压力测试做下去的话 其实习近平不会伤身的 最后他都可以全身而退 也不会因为这样 而没有一条命 OK 但是你说 其他国家早已被人推翻了 勞试呢 很简单 有什么可以说 上海人 什么都做不到 就是做一个 上海十大冷笑话 来娱乐一下自己 自愚以愚人 这种做法 你会看到 民生问题没有人管 上海官方想 找明星表演者 扮晚会 创造歌舞声评的假象 相较于防疫工作 行政袒门 公安制造谣的效率其高 也令到中国的网友相当不平 利用中国官方公告的空泛词汇 和上海现况写出的 上海十大冷笑话 去狠奉现状 根据台湾自由时报报导 就登出了十一则的笑话 其实这些笑不出来 就是黑色的幽默 一就是放饭区不是放飞区 全放飞了 全放飞了 全部都走了 第二 我们不封城 只封浦东和浦西 三 就是我们不封城 只封浦东和浦西 三 就是我不见方仓医院 不只见一个 四 拐点到尿 就是转列点到尿 向上拐的 转列点就是向 其实意思就是 就是 向下沉沦 岩崖跌下去 第五 打断了 直接上天了 打断了 直接上天了 第六 是我们物资充足 不代表市民物资充足 七 是物价平稳 一直处于高价 确实肯穩 这么高价 当然很稳 很稳 稳稳稳稳 真的够赢 八 精准防控 防控评论区最精准 九 抗疫第二 披营 第一 十 是第一日的新增 确诊 两万多 但我们是低风险 十一 市民 吃不想饭 给你们办场晚会 补充精神食粮 这些都告诉大家 这个就是真真正正的 中国的情况 很可怕 那厉害的评论 有没有中国网友关注 有人笑话 你好 你好 你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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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讽刺中国官方粗暴控平手段 其他中国网友就幽默附和 你和领导必须进去监狱一个 我们可能不算公民 会被定义为恐怖分子 拘留所不给家里舒服 还管饭 有留言 就是 拘留所哪里会不给家里舒服 有饭吃 有留言就说 大家不要相信 都是境外势力大折就大风向 是呀 是桑普大折就大风向 这些说话全部是假的 是不是这样 那呢 就是这样都挖得倒的话 不得不至所为 被其他的中国网友反唱话 境外势力倒是掌尿眼睛 咱们政府却瞎了眼 上海政府就是境外势力 上海政府就是境外势力 如果这段时间呆在上海 如果这段时间呆在上海 如果这段时间呆在上海的话 你会发现大折就大风向的 都没有上海市政 降的时离谱 很简单的 如果今天上海都好像以前那样 租界时代 有英租界 法租界 日租界 俄租界 美租界 公共租界等等的东西 上海不会这样 上海绝对不会像今天那样 不会今天这么折舵 饿死人 这么无良知 这么无尊严 这么无尊严 这么活得像动物一样 那你是不是外国势力很害怕 不是 而是为了一个人 本身有没有尊严 抹灾是最重要的 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 和有一帮信从 共产党的统治 写着我要分 这帮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之下 这个政府是绝对没办法做到 而这个人 这个民族 这个文化 是出现很大的问题 出现很大的问题 如果你说 是因为他们没有华夏文化 才这样 华夏哪个文化 一问就是这样 你是华夏的野蛮还是文化 华夏的文化 你四书五经 你拿哪个出来 你讲了 四书五经 老子、庄子、佛经 拿出来 你跟大家讲 你这么多博学鸿鱼了 读这么多书了 这么多文化了 山川河岳都识不识不识了 你问这帮中国人 十四中国人 这么有文化了 你用哪一句 哪一个字 去和这个中国共产党抗争呢 有些答得好些 就很简单了 是不是 就是 就是 孟子呢 都有讲过 就是 可以 民珠一夫的问题 就是你杀一个奏黄无盗 你把他杀死推翻 是对的 好了 你这么有文化 你的勇气呢 你的自信呢 你的能力呢 它变成了 十四人 境无一人 有文化 你说 很有文化 如今很有文化 我就讲这些 那么前卫的东西 给大家听 当然研究很多 什么 什么 天下有道 即出事 天下无道 即退隐 这些说法 更多 我才不要讲那些 我不想这样 你讲得 有些什么办法 你没有人权 没有法治 没有自由 不讲真善美 不讲信妄爱 我问你 你这班人搞些什么 搞些什么科 所以就说 自己国家自己救 我不会帮中国人救自己国家 我讲到这个地方 就只是说 从我一个 香港人 离散香港人 一个也是台湾人 的一种 心态 和大家说 绝对 要自己国家自己救 我们能够说的真相 就是说给全世界人知道 This is China 这个China 要怎么海河 像我说 我们去到这个地方 已经做足 我们要做完 中国人 要怎么自己去 有自己的一套 首先 你要知道 上海 必须要成为一个 有主权 自治 自主 的独立 的城市 甚至无国家 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要说中国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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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远 达到不了彼岸 达不了彼岸 每一个地方 一定是这样去过每一日 才能够向前去推进 希望大家知道 问题的核心 在哪里 是不是 问题的核心就是说 中国自己 有没有办法 去走出这一步 如果 如果你还活在一种大中华 大中国 大中共 的一种 淫威之下 觉得 只是求一顿饭吃的话 那这些 穿这个帐杆 始终 都没办法 有一日洗净的时候 希望大家 努力 加油 加油